您的報導 對著人正在去中國好問李臣總統的批評 說這時機的點行情分都做不到 雖然當總統對著李臣總統的說話不清新回應 不過呼應當已經有強性 由成績一定是在電行動作社會很強 來吼應李臣總統的說話 現在是說人正好問的時機真的不行 總統參加NGO環境會議面對媒體詢問的 還是連送訪中的問題 不過總統都不回答 反而在門口遇到環保團體抗議 總統不表態事實上 針對李前總統召開記者會痛批連送 連共賣台 政府無能解決 不願黨經過言商決定口徑一致 呼應李前總統談話 如果剛才李先生講的時機不對 坦白講在反婚內國家法之後去 對很多人來講是情何以堪 中共是不喜歡我們政府 不喜歡我們政府 現在有壓力 所以他必須對這個在野 這個張書雙手來翻演 當全世界都批判 反對中國制定反分類法的這個時候 急急忙忙跑中國 確實實時機不對 行政院和民進黨中央說法一致 黨更說連戰只願意打電話給總統 誠意不夠 總統府要求見面 也恰致不理 現在用打電話 在野黨的領袖 這樣對國家嚴守 這樣的處理態度 其實是不近的 也是不好的 礙於朝野氣氛 總統不能上火線 讓黨發聲 希望連戰到了中國 不要忘記臺灣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好 另外一方 明天在的連接